我基本上是在做台湾文学 主母语的部分 成大开始成立这个文学所 我就主要要跟文学有关系 跟母语文学 基本上是比较偏向 母语文学的发展的方面 基本上就是我会写诗 我全部都是用台语来写 当时的文化中心 出了好几级的台湾文学的东西 我在做文学也好 还是在寻语文学也好 还是在演语文学也好 但是可能五十年后 一百年后的认识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在拍拼的 一些生死对出来的 再一次的恭喜雷西昌教授 对我们召唤 再次的掌声好不好 对我们召唤和台湾文学的贡献和推起 召唤 今年第26次公開文學中的特別共產黨的集中者是李興聰高修 他是第16集中的 40年來他為我們中華文學、台灣文學、台語文學、台灣文化的貢獻 共產黨的貢獻很大 收入五位平時母議員的困難和黑路很不簡單 我在這裡給他獎勵 李興聰是何美徒作主的人 他在我們身上的隔離而已 他在中華中學、初中、高中、台台、台台中文研究所 比起之後做過的新台清華大學、中文學、中文所 還有台南大學的高修 也有當任、老婆、基金會、當事、執行長 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李高修他本來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中國古典史的 他一直叫北空於台北因為鄉土文學的發展 將從40多名改言以開始 從近四十年改導 他開始 prophecy 從科文學跟土地跟人民的關係連結的問題 是怎样我们吃台湾米,喝台湾水的,都在讨中国的古早的文学里, 白李平,土淵明,苏东坡,阿吴曼,大河,丹宜国,喝形态里。 它开始环境文化报馆, 把研究的重心对中国文学, 专与台湾文学,认真做点压的调查, 四个人在着重,收集官职,收集日本时代, 足够的资料,把他变成一本一本一堂一堂的职。 还有,一个人成立台湾文学研究冠作诚的网站, 在199900年代,李九州为中华文学中心, 变林平台研究资料对边两本, 林平台的专业十本, 李九州研究老婆,研究丹西国,林平台, 王亲夫当方别送进来, 王兵燕店,变很多赤。 在2000年,李九州, 成台台文所成立, 然后李空, 再两天, 再两天台文会成立, 他是台湾文学研究的核主任, 是台湾第一台文学研究的核主任, 他在做核主任之后, 他对台湾文学研究的科学法、体制法、 科定的设计安排, 非常用心为了像日本时代台湾市人的专业, 老婆汉市的研究, 本土府里的听说和社族,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台湾官员的研究定定,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研究主题和他的专业, 他救救助理, 我们老婆基金会成立, 他是畜贵的理事, 超过十年, 还有这平定, 促成基金会, 基盘全国性的文学众, 文学贏, 全国的各种台湾人文众, 定定, 让文学可以向土的定金使大, 去新疮到全台湾影影响很大, 他退休之后, 还把他几万本的策, 关乎他的母校中华国庄的导书馆, 来报答国庄的宅败的文情, 理教书是台湾文学, 台湾文化的生活和推动这样, 以及教学方面, 研究方面和推动、推策方面都是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在这儿, 这就大家的出, 又给他报答了好, 来给他青年中华国庄的宅败, 所以大家各位, 谢谢, 谢谢。